第一题还有讲到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s harm and disconfort to all living things 懂什么是disconfort吗? 不舒适 不舒适不舒服 环境的污染会带来 就是坏出了 不舒服 所有的生物 I've been to show some typ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我看一些环境的污染 我们可以看到有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这两个都是属于 一个是空气污染 一个是水源污染 OK take another two example of the type of elemental pollution 除了有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还有什么类型的 pollution 有什么idea吗 除了空气污染 水源污染 它有什么污染 你可以讲 声音污染也是可以的 soil 什么 sound pollution 或者是 它这里讲 soil pollution也是可以 thermal pollution也是可以的 soil pollution是土地污染 thermal pollution就是那个热气的污染 就好像有些工厂 它排那热水排很多热水去那个河 那个河很热 这是thermal pollution 上午pollution也是可以的 你你多你家附近有那个飞机厂 火车站也是很潮的 反正是上午pollution 所以这些都算是 Aerometal pollution OK 有问题吗 没停 没有 没有啊 可以啊 好 下一个 OK 你帮我练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Statement Eutrophication Eutrophication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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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是 啊 OK,你有方法的课本啊,你可以放开第101面。 你翻了过后,你给我看看,你跟我讲一下,你看到什么东西啊,在那一面。 101月,看到多,那湖湖的表面是不是有一堆青色的是不是? 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堆青色的东西吗? 啊,这堆青色是什么东西呢? 啊,这堆青色其实就是LG来的,就是那个绿藻啊,LG 啊,为什么这些绿藻会大量的产生在那个湖啊,或者是河的表面上面呢? 啊,就是因为啊,啊,有些农服啦,啊,他们用的肥料啊,太多了。 啊,所以多余的肥料呢,就流到去那个河流了,啊,冯作沟渠流去河流。 so,when这些肥料越流越多去这些河流的话,啊, so,就会导致这个绿藻大量的生产了,因为它有这些养分嘛。 所以到时候这绿藻就覆盖完整个湖啊,湖这样,啊,OK,啊,说这个会大概什么后果呢? 啊,然后它的后果很严重一下的,因为呢,when那个湖啊,河的表面全部被这个LG盖完之后, 那个湖啊,跟河里面啊,水里面就有可能会不够这个Oxygen了啦。 啊,Leg of Oxygen,为什么呢?因为它盖完那个阳光了嘛,那阳光照射不到湖里面,啊,所以,这就会造成那个湖啊,河里面的生物。啊,比如说鱼啊, 啊,啊,会死到晚了,因为没有Oxygen,啊,不够氧气,啊,就是这样子啦,OK,可以明白吗? 啊,我可以,嗯,所以他这里有讲到吗? Eutrophication 是,啊,increase of Phosphate Iron 哦,the Nitric Iron 哦,啊,这是哪里来的呢,就是从Detergent 啊,fut designers或是Gabrage的啊。啊,啊,从那种什么,啊,西湾机啊,啊,肥料啊,啦,啊,啊,啊, 可以有phosphate iron跟nitrid iron 然后这也会造成那个 LG大量的生产 因为LG只要有nitrid 它就可以大量的生产 所以他就问了 Base from the statement above Give to negative effect OK 什么是negative effect 负面影响 就是不好的影响 可以带来什么不好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 其实像我刚才所讲的 第一个 reduce oxygen content in water 懂什么意思吗 没有养分 对了 空气 那个水里面缺乏氧气 Oxygen是氧气 所以水里面 也是要氧气的 因为如果你水里没有氧气的话 水里面的植物会死掉 所以水里面的植物死掉的话 有些鱼啊 他靠那个水的植物 来得到那个食物的 他们也会死掉 慢慢慢慢 整个水里面的生物都会死掉 所以水里面也是很需要 Oxygen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造成 水里面的动物 跟植物也是会跟着死掉 所以这两个py 就会有2分 OK 好 可以 可以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 Eutrophotation 这个 这个就是 其中一种 死源的污染 就是大量的LK生长在那个 啊 图啊 和的表面上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OK OK 所以现在他们有做一个 啊 啊 有几个不同的Area 然后还有他们的 一定 of API 啊 就是他们的那个 空气污染 成熟啦 OK 好我们先看看他的那个 问题 来类一下这个问题 嗯 我得得卖的那个空气指数的 然后哪一个是最最有最乌兰的 所以他是说 是一个 一个指数 来证明 空气污染的 来我了啊的严重度 所以我就问了base on这个table 3 哪一个a是最乌兰的 which area is most polluted and then 以着你的想法 what cost the area most polluted 什么原因造成那个area 很乌兰 总共有4分 所以这种问题呢 我是很喜欢做的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不会很难吗 他问你哪一个地方是最 最 polluted的 你觉得哪个地方是最 polluted的呢 这4个地方里面 我达曼 达曼 对咯 达曼 达曼 对咯 因为他的 pollution index 是最高的吧 165 哎 所以讲达曼 达曼 是最乌兰的一个地方 已经有一分了 OK 然后另外三分要讲了 你就解释了为什么达曼 达曼 会 会是一个最乌兰的一个地方 啊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讲很多原因啦 然后你可以讲到那边很多人烧垃圾啊 然后那边很多工厂啊 很多交通工具啊 都可以的 啊 我可以看他的答案啦 很简单 首先你写达曼 达曼 一分 然后另外三分 就是你的理论呢 啊 你不可以讲咯 啊那个地方 kose to factory 靠近工厂 或者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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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 然后他可以讲那边有了很多交通工具 我可以讲那边的很多人 烧垃圾 烧垃圾 总之你可以想到的啊什么原因会造成空气无暗的都可以想要去了啊 那边有 有人烧森林啊 有人烧巴都可以 可以吗 啊 所以记得你做 这一题啊 记得要选这种啊 简单简单的这种来做 因为我觉得都不会很难啊 我觉得这四分啊 百名是送分的 ok 好下一题 我们来看看东西这题 ok 来练一下这个 举止 In the year 2022 Our men propose to add landfill in some areas Do you agree justify your answer OK 懂他讲什么吗 2022 政府 建议要 建那些 呃 Landfield 就是丢垃圾的地方 嗯 就是垃圾 埋场 来 就是咱们把垃圾埋去地上 然后就 Landfield 然后 Do you agree 你赞成这一个 啊 这一个建议吗 啊 增加这个landfield 啊 啊 当然 啊 你啊 你啊 这样你要解释了 就是解释了 看到吗 啊 这一题也是四分 所以你 而归 或者不会都会有一分 然后你的解释 是会有三分的 所以为什么你会赞成 要见多几个landfield 啊 不要给垃圾 呃 就是 就给垃圾放在一个地方 就给垃圾放在一个地方啦 就是说 不要让那个垃圾 啊 乱乱 啊 跳啊 不要弄到到处都是垃圾啦 所以你可以讲咯 啊 当你有landfield的话 你就 就不会那么容易 会破溜的 人们啊 环境不会那么容易受污染了 对对 啊 还要三分哦 你写这个就一分哦 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 reason吗 啊 为什么要 agree 啊 讲不到啦 方便做垃圾分类 方便做垃圾分类 这也是可以的 OK 因为怎样讲啊 方便做垃圾分类 啊 easy to supright the type of rubbish 也是 你把你可以 更简单的讲 easy to recycle 也是可以了 OK 容易 recycle 垃圾分类也是 recycle 一样了 啊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 如果你选 agree的话 OK 有一分 然后呢 reason 所以可以讲到 那是 我的 因为它不会 污染环境了 因为你把所有的垃圾 激动在土埋场嘛 And that garbage can be controlled 垃圾可以控制了 OK next one easy to recycle 啊 容易 做这个反饱了 因为你全部垃圾 去到土埋场 他们那人就可以在土埋场分类垃圾就可以了 如果你到处啊 这边一边有垃圾那边一边有垃圾那就 比较麻烦做分类了 OK 然后垃圾也是可以容易控制了 因为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了 啊 好 所以就这样子了 啊 如果你是选 agree的话呢 啊 也是可以对的哦 可以解释到的话了 OK 那你练一下这四个reason 啊 啊 呃 management cost increase the area near the landfill will be dirty may cost water pollution and causes air pollution 对 嗯对了 OK 啊 so我要看的下去的话 其实都是选 deferry的 啊 啊 好像更加多东西 sale 啊 这个你可以讲了management cost increase 懂得是management cost吗 啊 啊 处理的费用 对啊 处理的费用 因为你建一个土卖场的话 啊 你一定要有人去处理的土卖场的吗 所以 处理费增加了 第2个 the area near the landfill 你的地 就说如果今天你的家是在土卖场附近的话 我叫你的家店很肮脏了 因为所有的垃圾都在土卖场 那边吗 等下风一吹 你的家就很臭了 啊 啊 第3 macos water pollution 可能会造成水源污染啊 这是因为 when 下雨的时候啊 那些垃圾那些水会流到去其他地方 或者他可能会流到去地下那边 啊 那个地方可能会有water pollution 另外就是macos air pollution 就叫做空气污染 就是这样子 好 啊 所以这整个management的考试啊 他们的try paper 我们讲完了了 ok有问题吗 没听 没有 没有